全世界最幸福的十个国家 瑞士竟然只排第九 第一名让人意外连续霸榜七年 99%的人都想去居住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联合国每年会根据六个主要指标 分别是人均GDP 国民寿命 社会救助 人生自由选择权 人民慷慨程度 以及国家杜绝腐败指数 来评选出全世界幸福程度最高的国家榜单 他们有的拥有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四到五倍的人均收入 有的拥有高达82岁的平均寿命 还有的拥有极度的自由 和无与伦比的社会安全感 那么在全球参与评选的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幸福之王呢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十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第十名 澳大利亚 在广袤的澳大利亚 阳光似乎从未缺席 它的自然环境 绝对是这个国度幸福感重要的来源之一 根据2023年 HWR全球空气质量报告 澳大利亚的空气质量极为优秀 其中 珀斯城更是以每立方米1.5威克的PM2.5值 荣获全世界空气最好的城市之一 在这里 无论是大宝礁的潜水探险 还是昆士兰的热带雨林徒步旅行 澳大利亚的大自然 都以其原始的美丽与多样性 让人们在工作之余 拥有无数可以放松身心的选择 当然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 它稳定的社会福利 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以及悠闲的生活节奏 更是让它揽获了一众的粉丝 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澳大利亚有着开放的移民政策 它在历史上吸纳了大量来自欧洲 亚洲和非洲的移民 文化的多样性 不仅塑造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社会环境 更为这里的人们 创造了一种包容和谐的生活方式 在悉尼的街头 华人节日和欧洲风格的露天市场 相互辉映 在墨尔本 你可以在一天内品尝到来自印度 日本 意大利的地道美食 几乎任何族群的人们 都能在这个国度里 找到独一份的归属感 而在澳大利亚众多大城市当中 布里斯班常被认为是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相比悉尼和墨尔本 布里斯班不仅气候宜人 生活成本还低 据调查显示 布里斯班居民的生活质量 得票率高达93% 远超悉尼的71% 和墨尔本的82% 布里斯班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为1,163澳元 约等于814美元 显著地域悉尼的1,362澳元 和墨尔本的1,312澳元 不仅如此 澳大利亚的高福利制度 还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 举个例子 政府会为每个孩子 提供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义务教育 至于大学缺费 也可以通过无锡政府贷款解决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与此同时 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 还可以申请失业救济金 育儿津贴等多项福利补助 而且众所周知 澳大利亚的医疗卫生设施和服务质量 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 而对于澳大利亚的居民来说 大多数的医疗费用 却都由政府承担 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让居民的生活有了底气 自然也能活得更加自在 总而言之 无论是清新的空气 还是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澳大利亚的幸福 都体现在每个微小的日常中 澳大利亚人懂得 生活的本质 不是追求无止境的财富或成就 而是在盲目与闲暇之间找到平衡 尽情享受每一个当下的美好瞬间 第九名 瑞士 在欧洲的心脏 有一个国家不仅因其雪山湖泊而闻名 更因其居民的幸福感而自豪 壮丽的阿尔卑斯山和清澈的湖泊 仿佛是大自然赐给瑞士人的礼物 这让瑞士人特别热爱户外活动 无论是滑雪 登山还是湖边散步 自然环境随时为他们敞开怀抱 而瑞士人也懂得珍惜这份礼物 早在1876年 瑞士就制定了全球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之一 在瑞士 健康并不是一句空话 根据2013年福布斯报道 瑞士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开销 仅占GDP的2.7% 完全称得上是发达国家中 医疗保健政府花费最小的国家 但即便如此 瑞士的人均寿命却高达83.7岁 是欧洲最长寿的国家 与此同时 健康这两个字还深知于瑞士人的日常生活中 良好的公共卫生系统 干净的饮用水 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 以及全民参与的运动文化 共同塑造了瑞士人强健的体魄 再加上社会心理健康服务的完善 瑞士拥有着全球第八低的抑郁症发生率 简直完美诠释了身心健康的根本含义 不过瑞士的幸福感不仅来自身体健康 还来自于心灵的富足 教育在这个国家被视为通往美好生活的钥匙 在瑞士 有86%的成年人都拥有相当于高中级以上的学历 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74%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瑞士拥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雷托罗曼语四种官方语言 几乎每个瑞士人都能流利地使用两到三种语言 想象一下 当你走在苏黎世的大街上 不同语言交织在耳边 而你却能从容应对 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与自豪感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国家还以直接民主文明 瑞士人可以通过全民公投 直接对国家政策进行投票决策 让每个人都有发生的机会 在大家的共同约定下 严格的法律体系 低犯罪率和高效的警务系统 让瑞士成为了欧洲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而居民也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 所以说 在瑞士 幸福不仅是一种状态 更是一种人人可达的生活方式 第八名 卢森堡 卢森堡是一个面积只有2586平方公里的迷你小国 小到甚至还不及台湾的7% 可就是这么一个威型国家 却在全球经济版图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人均GDP常年领跑全球 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就不展开说了 因为卢森堡隐藏在西欧益域的幸福密码 绝不仅是高GDP这么简单 卢森堡约有66万人口 其中近一半都是外籍居民 走在卢森堡的街头 法语 德语 英语 葡萄牙语和卢森堡语混杂交织 构成了这座小国独特的国际化氛围 除了语言 这里的居民往往还拥有着跨国生活的经验和视野 许多人每天早晨从卢森堡出发 穿越国境去比利时 德国或法国工作 然后傍晚时分又返回这点小巧而温馨的国土 由于卢森堡位处欧洲中心 生活在这里仿佛拥有了与整个欧洲无缝衔接的自由 而且2008年8月 卢森堡还通过了自由迁徙的立法 里面规定了无论是在卢森堡工作生活 或者旅游学习 只要不超过90天 无需任何申请流程 仅需护照或身份证件 便可自由畅行 更值得一提的是 卢森堡在2020年成为了全球第一个 提供免费公共交通的国家 不论你是去上班 还是随意搭乘火车 去法国享用下午茶 你都不必为交通费用操心 免费交通不仅为居民的生活 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更减少了碳排放 提升了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这一举措 无疑是卢森堡幸福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 尽管卢森堡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但它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自然围景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卢森堡有三分之一的国土都被森林覆盖 它的首都卢森堡市 本身就坐落在佩特罗斯大峡谷旁 无论是在城市里漫步 还是走进郊外的森林 卢森堡的自然美景 总能为人们带来宁静和愉悦 总而言之 虽说卢森堡是财富的象征 但更重要的是 它成功将财富转化为福祉 生活在这里 既能享受现代化的便利 又能与自然亲密接触 卢森堡这个国家 用自身的时间告诉我们 幸福并不在于拥有什么 而在于从生活中得到了什么